大家好,我是杰丽老师 麦考瑞大学是成立于1964年 是位于澳大利亚悉尼的一所研究型的公立大学 那么在2022年QS世界大学排名中位列全球第200 是世界排名前1%的高校 多年来它也是享有五星认证 2022年麦考瑞大学学院在原有的四类国际大一课程的方向的基础上 全新增色了三个课程方向 给大家更多的选择 也有更多的机会通过麦考瑞大学的国际大一课程 今天这里就要给大家分享一下 商科的相关的国际大一课程以及他们的要求 目前麦考瑞大学一共有四个国际大一课程 他们分别是商业应用Diploma of Business 商业分析Diploma of Business Analytics 市场营销和传媒Diploma of Marketing and Media 商业学Diploma of Commerce 工程Diploma of Engineering 信息技术Diploma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文学传媒和传播 Diploma of Arts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那么麦考瑞大学的国际大一课程 是为学生进入麦考瑞大学本科学习的桥梁课程 国际大一与本科学位的课程的一年级 所学的内容是相同的 那么大家通过额外的专业支持 英语教学和文化体验 可以顺畅地从国内的高中学习过渡到 麦考瑞大学的本科学习 顺利完成国际大一 并达到相应的升学要求以后 大家可以直接进入麦考瑞大学的二年级 麦考瑞大学国际大一 入学时间是7月或者10月 雅思总分是6.0单向5.5 高三完成的话 均分至少70%就可以进行申请了 商业应用国际大一课程的话 学制是9个月 5个全日制的学期 每学期的话大概是7周 每学期攻读两门课程 专业课程的话就包含了商业领域的学术交流 批判性思维 管理学原理 人力资源管理简介 市场营销基础 主资行为学 创业精神和新型企业管理 全球商业简介 该课程的话也是为大家提供了当代商业管理 市场营销 创业和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概念 大家可以读完以后 可以衔接工商管理学学士和商学学士的大二 Diploma of Business和Diploma of Commerce 都是商业方向的话 它们有什么区别呢 商业应用的话是倾向于 侧重商业和管理技能 那么Diploma of Commerce 商业学的话是 对数学的要求更高 侧重于数据 数字技术 以及分析能力的学习 可以衔接麦考瑞大学的商学 精算 经济 应用金融 专业会计 这几个本科二年级的学士学位 那么商业分析 国际大一的课程 时长也是9个月 共5个学院日的学期 每个学期 时长为七周 每学期攻读两门课 那么专业课程的话 也就是包含了商业领域的学术交流 数据库设计和管理 商业统计 经济学和商业 以及金融的定量方法 编程基础 会计 计算机 科学基础 可以衔接以下学位 本科的二年级 有商业分析学士 商学学士 以及信息基础学士 那么市场营销和传媒 国际大一课程 学制为9个月 5个全日制的学期 每个学期也是时长7周 每学期攻读两门课程 那么这个课程的话 也是为学生们 提供了营销战略 品牌管理和数字 媒体制作等 与当代营销 以及传媒 研究应用相关的基础知识 可以衔接以下学位 本科的二年级 市场营销和传媒学士 传媒和通讯学士 商学学士 好的 关于麦考虑大学的 国际大一课程视频 接你就先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有进一步 疑问的话 欢迎私信接你 或者评论区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接你和速速 都给您提供 您的面接的服务 给您最好的游学体验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魔力教育的 Shenaya老师 魔力教育专注 也在线上和线下 给大家提供留学 或者移民服务 Shenaya老师的企业 有着实验的工作 以及管理经验 以真实案例 从升学和就业 两个角度 给大家提供留学和移民服务 大家好 我是魔力教育 杰力老师 魔力教育 虽然在网络 也在眼前 给您最放弃 我来自然的服务 大家好,我是高中大学的高中大学 大家好,我是艾米,现在艾米所在的位置是乌拉什大学乌链的乌拉什高林乌拉什区院 我为您申请山科硕士 我为您申请曼车斯特大学 我为您申请澳洲国立大学 我为您申请决定管理弱势 我为您升UCL大学 我为您定阶级酒链 我为您写签证文书 我为您做签证培训 我为您做选课辅导